6月29日 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土节日 牧放和喂养 公读圣若望福音第21章15到19节 吃了早饭 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伯多禄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羔羊 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多禄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目放我的羊群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多禄以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你爱我吗 便忧愁起来 随向他说 主啊 一切你都知道 你晓得我爱 耶稣对他说 你牧养我的羊群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年少时 自己树上腰 任意往来 但到了老年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给你树上腰 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耶稣说这话 是指他将你怎样的死 去光荣天主 说完这话 又对他说 跟随我吧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常常有教友啊 用好牧人这个词啊 来称呼我 我不得不说 这个称呼啊 真的是令我汉颜 汉颜不是我谦卑 而是事实 咱自己真不能成为好牧人 怎样不好 这个不用细说 尽在汉颜中 不过与此同时啊 好牧人这个称呼 的确也给我肯定 鼓励和安慰 首先是肯定 那我是一位神父 是主耶稣 借着教会 给了我神父 这个崇高的身份 鼓励 那是给我努力 鼓励让我努力 虽然我自己不好 或许就是因为自己不好 所以我才需要教会的鼓励 因为教育们代表教会 安慰 或许就是因为我软弱 所以我才需要安慰 安慰是慈悲的表达 所以我想说的是 神父啊 他是蒙受慈悲 最大最多的人 没有主和教会的慈悲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父 主耶稣 借着教会 表达了他的慈悲 那么我之所以这样说呀 就是因为 首先 这是主耶稣 对圣伯多禄 和圣保禄 两位宗徒说的 对他们说 就是对教会说 也是对 世界上千千万万个 神父们说的 那么今天呢 是圣保禄 和圣伯多禄 两位使徒的节日 所以咱们在这个节日里 就看看 主耶稣要借着 这两位宗徒 要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是 牧羊和喂羊 我的羊群 牧放和喂羊 我今天用的标题 是牧放和喂羊 所以我从上面的 福音里面拣选 耶稣对伯多禄说 你牧放我的羊群 或者又说 你喂羊我的羔羊 所以我就把这个 牧放和喂羊 两个词拿出来 来形容 伯多禄这个植物 或者宗徒植物的 那个含义 它的植物是干什么呢 就是喂羊 牧羊和猛放 或者是牧放 或者喂羊 我们也可以就叫它牧羊 耶稣对伯多禄说 若王的儿子西满 你比别人更爱我吗 那伯多禄就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牧羊我的羔羊 你喂羊 那么主耶稣和伯多禄 这一问一答呀 有一肯定 也就形成了 天主教会的特色 也就是被牧羊的教会 教会是一个被牧羊的 谁牧羊 当然是耶稣了 那么耶稣借着谁牧羊 借着主教神父们 这或许也就是教会 备受医治责难的地方 那意思说 人怎么能牧羊人呢 换句话说 如果人可以牧羊人 那也是人人都可以做牧人呢 其实啊 就是对教会圣统治 有牧羊权利的一个质疑 换句话说 如果教会有牧羊的权利 那都可以做宗徒 圣伯多禄 圣保了宗徒的节日 就是对这个遗旨 做了一个回答 答案是肯定的 也就是宗徒们 从主耶稣里那里 领受了牧羊的权利 这个权利 就是一个恩宠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神恩 主耶稣将牧羊的权利 撕给了宗徒们 以及继承宗徒职位的主教们 还有就是分享主教 牧羊权利的神父们 这当我们说神恩的时候 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人 都有牧羊的恩赐 大家一定得记着 牧羊是主耶稣的拣选 那一说拣选就不是每个人都有 主耶稣拣选宗徒们 愿意他们分享自己的牧羊职务 那这个拣选就是神恩 神恩就是主赐给某些人 这个牧羊的恩赐 也就是主耶稣拣选某些人 就赐给此人牧羊的能力 比如说旧约的先知们 天主已拣选了他们 他们就开始做先知 他们在被拣选之前 往往都是从事很普通工作的 比如有的是修建 无法果树的 有的可能是做买东西的等等 他们一旦被拣选 天主的神马上降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开始说预言 担任其牧羊教导 以色列自民的人 所以因此我们不需要担心 某些主教神父 有没有牧羊的能力 这是天主的事 只要他们真的是天主 拣选了主教神父 那天主自然会赐给他们 这个恩赐 这就是圣多玛斯 这位圣人说的 他说天主赐给某人一项植物 就一定会赐给某人 从事此植物的恩宠和能力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 三次对伯德鲁说 你牧羊我的羊群的含义 就是我给了你 我给了你这牧羊的能力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我们有没有能力牧羊 因为真正牧羊的 其实不是我们 而是主耶稣 我们只不过是个工具 所以人重要的 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而是耶稣要做什么 或者说 而是要做好一个工具 所以对教会 是不是有牧羊权利的质疑 或者说对主教神父 有没有能力牧羊 我想这一点 咱们大可放弃 不用质疑 主教神父们也是人 并且还不一定都是优秀的人 可能甚至有说 好表面看着还没有平信徒们 虔诚 从本性上看 那这的确 他们怎么牧羊教友 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事实 但是牧羊的傲己 或许就在一次 因为按照都是人这个标准 的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牧羊别人 牧羊教会 圣伯德鲁 圣保 卢总统也不够资格 因为他们两个 一个三次背叛 毛病满身 另一个迫害过基督的教会 而且倔强 倔强 虽然后来两个人都有所改变 但如果说要打到这个资格 我想还是差一点 所以这里关键的问题是 再好的人 再圣上的人 也是罪人 不止过去是 一切之都是 那么罪人 又如何牧羊罪人呢 所以牧羊的傲己就是 基督才是唯一牧人 愿意 他愿意罪人 分享他牧羊的权利 至于说 耶稣为什么选罪人 那是耶稣的问题 是基督无限大爱的奥基 这个奥基令 圣伯德鲁宗徒 圣保禄宗徒 无限警谈 圣保禄说 最后 他也显现给 像我这样一个流产儿的人 我原是宗徒中 最小的一个 不配成宗徒 因为我迫害过 天主的教会 所以然而呢 天主的恩宠 我却成了今日的我 天主赐给我的恩宠 没有若空 我比他们众人更牢碌 其实不是我 而是天主的恩宠 协同我 我记得圣保禄宗徒 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 天主的拣选 当你说他那么软弱 我们相信 天主拣选 他的恩宠 能够战胜人 这些工具 这些主教神父 天主有能力战胜 另外我们的眼睛 也不要光带着悲观和失望 去看这些主教神父们 我们要相信耶稣 而圣伯多禄宗徒 那则感受的是另外一个 那就是被刺痛和被震撼的爱 若有望的儿子西满 你比别人更爱我们 试问 还有什么话 比这话更令伯多禄被刺痛 被爱的刺痛 这刺痛永远伴随他一生 成了伯多禄永远跟随主的力量 因此伯多禄对主说 主你知道以前 你晓得我爱 那意思就是说 主啊 你的爱深深的刺痛着我 使我知道 我是多么的不爱你 我的爱是多么渺小 如果说我爱你 那是对比刺痛的爱 那是无比刺痛的爱 主啊 不是我爱了你 而是你爱了我 可是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群 这就是伯多禄的被震撼 他的一生都是在被震撼中度过 据说在伯多禄生命的末刻 都是在这被震撼中殉道的 诸你往何处去 耶稣回答说 我到罗马再被钉死一次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 就是传说伯多禄殉道之前 又做了一次逃兵 跑出了罗马城 因为教难来了 可是他看见耶稣 从太阳下面走下来 伯多禄就问了主一句话 说主你往何处去 耶稣说 我到罗马再被钉死一次 那伯多禄说算了 我还回去吧 后来伯多禄就这样 被钉死了 所以伯多禄的宗徒 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被主的质问中度过 这个质问就是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比别人更爱我们 我想说今天呢 是主教神父们的节日 主耶稣也问我们主教神父 你比别人更爱我们 比谁呀 不要说比其他的神父主教 你比平信徒更爱我们 圣伯多禄一生的职务工作 可以说都是在这被刺痛和被震撼的爱中度过 这是伟大的傲击 震撼人心的傲击 圣伯多禄宗徒就是以他被刺痛和被震撼的爱 来牧养教会的 那么这两位宗徒怎么牧养教会呢 以鲜血牧养和喂养 的确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 他们都不是玩人 并且也是罪人 但是他们却是圣人 圣人都是为了爱 为了跟随主 而抛脱露撒热血耗尽一生的人 这就是咱们天主教的圣人 给其他的 比如说文化所说的圣人 不完全一样 天主教的圣人不一定都是玩人 但是他们都是深爱主的人 换言之 他们一生可能都带着自己的毛病缺点 当然这些毛病缺点有时候是得看什么样的 但是他们对主的爱 那是火热的 所以这两位宗徒都是以殉道的热针 以金甘情焰的鲜血 完成了基督托付给他们牧养使命 这也是罗马教会成为教会之母教会的原因 罗马教会就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 以热血铸救的教会 从此 罗马教会与这两位宗徒的名字也就分不开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庆祝这两位宗徒的节日 一方面是肯定教会的特色 我们的教会是罗马教会 大公教会 是传自宗徒的教会 而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 他就是宗徒的代表 圣伯多禄宗徒是有形宗徒的代表 也就是那个制度 圣保禄宗徒是无形宗徒的代表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宗徒 他不只是一个职位 像官员一样 更是一种精神 一种代表 什么意思 比如说今天 不是说你给戴上个红帽 圣老主教 你就真是主教 圣保禄宗徒就是告诉你这一点 圣保禄宗徒不是那个外在职务上的主教 他不是那身为宗徒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 做了宗徒 所以圣保禄宗徒就是对所有 你认为你只是穿上那个红衣服 戴上那个红帽 被附了一下手 你就是主教吗 如果你没有保禄宗徒的精神 那你是一个僵尸主教 你不是真主教 所以教会把圣波多禄宗徒和圣保禄宗徒 两个放在一起庆祝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 宗徒的职位 那不是光一个空空的职位 像官员一样 好像谁坐在这个位上就成了宗徒 那可未必 就是说你想你取得了波多禄宗徒 这个外在的这个职位 如果你没有宗徒的精神 就是保禄宗徒这个精神 那你也不是一个真宗徒 所以就像尤达斯一样 他也是宗徒 他算什么宗徒 是一个假宗徒 背叛的宗徒 叛徒 所以 当我们歌颂圣波多禄宗徒时 那也不是在歌颂一个将死的职位 当我们比如说对教宗的敬畏 对教宗的爱 对教宗的歌颂 那歌颂的不是教宗实际上 歌颂的是主耶稣 所以我们歌颂波多禄不是歌颂一个将死的官位 就像歌颂的士族官员一样 万岁万岁万万岁 什么什么千秋万代 不是 是歌颂基督的大爱 歌颂耶稣对波多禄的爱 我们歌颂波多禄就是歌颂基督 圣保了宗徒就肯定这一点 另外呢 今天这个节日 也是鼓励所有的主教们 他们是宗徒们的继承人 主教所继承的 不只是一个空空的官位 而是要继承宗徒的精神 什么精神呢 鞠躬尽瘁死而后裔的精神 来牧放基督的教会 第二 以舍身殉道的精神 来牧养教友们的灵性生命 这是两位宗徒 向所有的主教们 当然也包括我们神父们 以及所有从事 牧领工作的人们说的 这是我们今天 过这个节日的意义 所以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 所有从事在牧领工作 或者夫传工作的 一线的人们 特别是主教 神父们 以及所有的修师修女 还有今天很多个平信徒 也踏上这个职位的 其实也是在分享这个牧养的职位 那我们就看看 我们有没有圣宝禄和圣伯多禄宗徒的 这个精神 那这两个精神告诉我们 圣伯多禄宗徒告诉我们 牧养是天主的恩赐 天主的拣选 但是天主的拣选 并不代表说 一拣选就成了铁饭碗 不是这个拣选 还需要人的配合 就像伯多禄 保禄宗徒一样 所以伯多禄和保禄 就告诉我们 宗徒的职位 是天主的拣选 可是这个拣选 需要以活出来的 所以就让我们今天 特别为主教神父们祈祷 特别为咱们中国的主教神父们 我们祈求圣伯多禄 圣保禄两位宗徒 为我们中国教会祈祷 是中国教会 特别是主教神父们 在牧养和卫养上 像宗徒们一样 让我们祈祷 主耶稣 求你派遣圣神 庆祝在中国的主教神父们身上 使他们不武 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方宗 以慷慨奉献 殉道流血的精神 为你的羊群服务 使他们牢牢的记着 你对圣伯多禄宗徒所说的 若望的儿子希满 你比别人更爱我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